今天六五一节了 我又来到了我们这边的 奥特曼考验批包市场 今天呢我打算呢 给我小资子和我弟 挑选一些六一礼物吧 然后呢顺便看一下 还在买一些什么 考包之类的吧 我们先去给他们 挑礼物去 也不知道他们会 喜欢什么样的礼物呢 我们来看看 哇 这边全是粉红社区 要不然给他们 挑一个这种礼物 但是这种看上去 都是小女生玩的呀 哎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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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的这些礼物 你们说他们会喜欢吗 哎呀 算了 他们六一今天 他们还在上课 然后不是过两天 就端午节了吗 我还是让他们 端午节来的时候 自己来挑选吧 我们去看看 还有什么奥特曼考验 想回去 今天拿去拆掉吧 还有呢 六一礼盒呢 我等一下回去就拆了 你们也别吹好吧 我想的是 今天要不然 我再拿一盒六一礼盒吧 因为这里面呢 有八种形态的大头赛罗 我之前买了两盒 两盒最多能中六张 对不对 我买个三盒的话 应该几率大一点吧 那我今天的话 就再拿一盒吧 然后我再来看看这边 哎 这是新的卡车吗 小卡车 哇 赛加 洛亚 奥王 雷杰都 这是神秘四号的卡车 那我一个角色搞一本吧 这种小卡车的话 拿回去就送给我弟他们吧 然后这边我来看看 这个是最起码的一元包 之前我买的十盒 家里面还没拆完呢 今天咱们就不买 哇塞 老板这里有好多 这个绝版的盲袋啊 那我今天的话 一样挑个两包吧 我好久都没有拆盲袋了 这个拿两包 这个是几元的 这种我不拿 这边这个 屎黄色的 拿个一包吧 然后这上面这种 拿两包 这里也有哎 这种的我也是 拿个两包吧 好 差不多了 够了 咱们去结账吧 老板娘帮我算一下 刚刚老板已经算好账了 这里今天又花了六七百啊 那咱们就装起来 然后回家吧 那咱们现在就回家去 拆六一礼盒了 走喽走喽 现在呢我已经到家了呀 刚刚我回家的时候呢 我妈他们在家呀 我们小声一点 别被他们听到了呀 然后今天呢 我去我们这边 阿富汗的考验 皮发市场呢 又买了一盒六一礼盒 加上之前买的这两盒呢 一共有三盒啦 那咱们直接废话不多说 今天咱们就拆这一盒吧 之前呢 我把这个塑料薄膜都撕掉的 我们今天就把这一盒拆了 然后呢 我们再拿一些这个 最新买的一元包 还有这个最新买的两元包 等一下拿过去 一起拆掉吧 走 那咱们现在呢 就开拆吧 我先把这些散包呢 先拆掉 好东西呢 咱们留着最后再拆 好吧 咱们来看看这个 最新买的两元包 这些里面能不能做 好可能 看一下这一包 SR的 再来再来 看看这一包 又是这张UR的拼图呀 这个我已经凑齐了 也不知道小伙伴们 你们有没有凑齐 最新买两元包里面的 那一对拼图呢 这里是一张SSR的 折桃的满 满心卡 再来再来 看一下这一包 SR的 继续 看一下这一包 一张很满的SR 看一下这一包 有没有好货 SR的 那在这里呢 也祝小伙伴们 六一节快乐哟 哇哦 刚祝你们六一节快乐 就中了一张 真特令家的红GP呀 可以可以 这个真特令家的红GP呢 也是这个 最新买两元包里面 最秀的一张红GP吧 也是挺帅的 再来再来 看一下这一包 SR的 还有几包也全部拆掉 看一下这一包 SR的 再来 看一下 一张SSR的折桃的满 原始形态 还有一包两元包 有没有好卡呢 SR的 接下来呢 还有几包一元包也拆掉吧 咱们速度快一点 我知道你们很想看 我拆这个六一里盒了 我赶紧把这些拆掉 咱们就拆六一里盒 SR的 再来再来 这个一元包呢 中好卡的距离 还是漫漫的小 一张SSR比较的满 复合型 继续 因为一合一元包呢 才能中三张满星 我这随便拿的这几包 对吧 能中一张满星 也是算不错的了 SR的 再来还有一包 看一下这一包 一张很满的SR卡 好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咱们的主角登场了 就是咱们的六一里盒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封面 这个封面呢 是塔尔塔洛斯和 这个终极赛罗的一个封面 也是蛮帅的 咱们就打开吧 之前呢 我一把这个薄膜撕掉了 我说想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面的东西的 然后我就撕掉这个薄膜了 然后拿出来 有两枚勋章 还有两张SP卡 拿出来看看 这两张SP卡呢 是装在一个袋子里面的 我刚开始拿出来的时候 还以为只有一张SP卡的 一张泰加奥特曼 三重色彩利姆形态 和拓雷鸡鸭的 可以可以也是挺帅的 我们先放一边 然后呢 这边呢 是这个最新的一里盒里面 送的卡套啦 也是挺帅的 我以后有修卡的话 就可以放在这个卡套里面啦 然后这下面呢 左边和右边都有一个 这个卡砖的底座 就是放这个卡砖的 OKOK 咱们废话不是说 咱们直接进入主题 三包补充包 希望这三包补充包 给我种009的大头赛罗呀 听说我的好朋友 哭蛋和小韩韩 他们也有拆六一笔盒 不知道我们三个人 谁会种那张009的大头赛罗呢 咱们四米代 我先拆了 先来第一包 第一包 看一下第一包 咱们慢慢的看 先前面的都是一些费卡 然后一张 带拿奥特曼的X2 这张X2我好像还没有呢 然后就是一张 杰德尔曼的红GP 好友形态 哇我已经看到了 我这张大头呢 是中级赛罗的闪耀型 也是挺帅的吧 还有两包 咱们也全部拆掉 看一下这第二包 感觉真的是太激动了呀 这是一张黑暗 罗布斯赛罗的红GP 然后一张吉尔贝利亚的LGR 然后这张大头呢 是暗黑型的 但是呢 也是挺帅的 对吧 咱们还有最后一包 也拆掉吧 希望那张009的大头赛罗 在这一包里面呀 首先前面都是一些费卡 费卡费卡费卡 然后呢 是一张盖奥特曼的X2 大头唱儿耶 也是挺帅的 对吧 然后是一张赛罗的满无线心态的LGR 然后这张大头呢 是强壮日缅型的大头 但没关系 也是挺帅的 这个六一里头呢 现在已经拆完了啊 虽然没能中那张009的大头赛罗呀 但是呢 中了一张终极赛罗 中了一张强壮日缅型的赛罗 还有一张暗黑型的赛罗 也是挺不错的啦 然后呢 我比较喜欢这张终极赛罗的大头 然后呢 我就把它装在这个 独特的卡栓里面吧 只要把这个弄开 把这个卡片放进去 然后呢 再加上刚刚这个底座 哇塞 有没有很炫酷啊 那从你往后呢 我也可以毫不犹豫的说 我也是有大头赛罗的人啊 虽然今天呢 我没能中那张009最稀有的那张大头赛罗 但是没关系啊 我买了三盒 这拆了一盒 我还有两盒呢 说明 我还有三分之二的机会呀 哈哈 那如果本期视频点赞破5000的话 我下期视频再拆一盒六一里盒吧 希望我能拆出最稀有的那张大头赛罗哟 好了 在这里呢 祝小伙伴们六一节快乐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声音 别忘了点播关注 再加上 我是蒙比尔斯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